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电影只是爆米花电影 所以才会选择改档戏 看过我不是要审的观众 多少都会觉得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电影 前半部分很搞笑 后半部分很催泪 有笑有泪的电影 引发了很多观众的思考 在金钱与良心直接的转换 让人出乎意料 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假药贩子张长林 一开始为了钱 花了200万人买纺织药的货人 被抓之后审讯时掩护沉重 良心发现了 而他说的 我害谁呢 我这两年旧的白血病人 没有一千也有五百了 这也算积德行善了吧 这也让很多观众哭了 单亲妈妈思惠 为了抓钱就患病的女儿 她愿意去酒吧跳舞 酒吧的经理要求思惠去跳舞 勇哥就让经理上去跳 当经理跳脱衣舞的时候 思惠非常开心的 嘴里一直叫着拖拖拖 其实对这个字 她听得最多了 她这个时候哭了 要不是为了钱给女儿治病 她死也不会在台上跳舞 这也说明了单亲妈妈的无奈与心酸 老奶奶说的一句话 谁家没有个病人 谁又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 这倒出了很多家里有病人的无奈 谁能一辈子不会生病了呢 没钱治病最痛苦 明明有药 虽然是假药 但是还是没钱买 好不容易有走私的药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是没钱 希望又破灭了 电影中最大的烈恋就是 徐正饰演的勇哥被抓到 他在救人没错 但是做的是违法的事 走私药物 他被送去监狱的时候 很多白血病患者给他送行 他们个个都哭红了眼 人群里面他看到了老鲤和黄毛 这是他救人的原因 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没有错 但是他还是哭了 觉得自己之前的行为得到了救赎 这也证明他从一个唯利是图的药贩子 变成了一个该人坐牢也要救人的好人 影片的最后 正版药物医保 这是他的行为改变了政府了的决策了吗 这是对病人用药兰的很好的解决方案 不知道你们看完这部电影有何感想呢